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謝老師 那我們今天要進行的課程是控制器及輸出源線的原理以及控制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在這個單元裡面 我們首先要談的是控制器的操作環境以及原理 那控制器呢 在整個我們接下來要進行的機器人課程裡面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核心 那我們先稍微複習一下上一次的課程裡面提到的掃地機器人 掃地機器人裡面它的功能 大概可以分成三個部分 那第一個部分就是感測器 那掃地機器人的感測器 上次提到相機的鏡頭 往外線感測器還有控制器 那這些感測器的用途呢 就是要感之外借空間訊息 那這些訊息呢 你可以提供給控制器去做判斷 那控制器才能夠知道說 我們接下來要往哪邊移動 那電影掃過也還沒有上 這些訊息給控制器之後 讓它去做判斷 那控制器經過判斷之後呢 會把它所按換的結果 然後再丟給自動器 那自動器就是做出動作的這些 這些零件啊 模組啊 那在掃地機器裡面 就是那些辦法 然後吸塵器 原件 那掃地機的人才能去 進行移動啊 吸塵跟拖地這些工作 所以接下來課程呢 我們要針對 部分就是控制器到自動器 這個部分來進行說明 還有實作的部分 那接下來我們來談控制器 在我們的機器的裡面 剛剛提到的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部分 那如果以人的例子來看的話 它就像那種大腦 那眼睛就是我們的感測器 那肌肉就是我們的自動器 那眼睛會把它看到的影像 透過神經然後傳染給大腦 那大腦就會去做判斷 那前方到底有沒有張啊 如果沒有 它就會透過神經 去通知大腦的神經 說你可以開始動 那肌肉都動起來了 那如果萬一 前面有障礙物的時候啊 大腦就會看到 現在你不能動 沒有重要的東西 那控制器也是這樣的一個方式 所以我們看一下 在控制器裡面 它跟我們剛才的張景面 談的就是一樣 就是它有感測器 然後會有自動器 它透過紅外線感測到障礙物 然後通知馬達 說欸 你要停止了 你要繞道 也行 這個就是我們控制器最主要的工作 那在這邊你可以看一下 控制器呢 跟我們大腦是一樣的 它必須要有很多的通道 就是它會有不同的神經 進行所謂的傳統 所以它的通道呢 你可以把它搶成 它就像神經一樣 它有人負責輸入 有人負責輸出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在接下來的課程裡面 我們選擇的板子哪個塊呢 我們選擇的板子 是這一塊 中間這一塊叫Node NCU V1.0這個版本 好 那這樣Node NCU的板子總共有三種 那我們使用的是V2這個版本 V2這個版本呢 跟像V1應該沒有很佔用 但它比較舊一點 那我們看V2跟V3 現在市面上看看它這個地方 那它們最大的差別 它們最大的差別就是V2跟V3 它最大的差別就是它的那個轉換晶片不一樣 那你可以看一下這邊 這個CP210的 然後這一片呢 是CH340 那這個轉換晶片是要幹嘛呢 就是要把USD的訊號 經過轉換 轉成UART看的訊號 所以它只是一個類似訊息轉換的東西 所以它們兩個的功能 其實差不多 只是晶片的差異了 這第一個差異 那第二個差異是V2跟V3這個版本 它有另外一個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它們大小不一樣 V3略大一點 那V2就比較小一點 那我們選V2的原因就是 因為我們接下來進行的特徵都是自走車 那自走車呢 它必須要一個板子叫做馬達驅動板 那搭配NodeMCU用的自走車等馬達驅動板 只有V2也不出 所以我們選擇的板子是V2 就以價錢來講 V2跟V3其實差不多 那在這個課程裡面 其實你也會有看到 比如說NodeMCU也有什麼叫做ESP8266-12 那這個8266-12這什麼東西 就是這塊像油票的這個形狀的這個中央處理器 它最應該是說它是運算的那個核心就是這一塊 那外邊這邊呢 就負責把揭曉連接出完之外啊 或者訊號的轉接啊 或是電源的處理 這整個集合起來的叫NodeMCU 那中央處理器就是中間這一塊 ESP8266-12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下一個 那談到教學用的機器人 其實NodeMCU各位可能還比較陌生 比較常聽到人家叫Arduino這一塊晶片 那其實這一個晶片到目前為止 很多人在教學上還有在使用 那我也覺得它很好用 可是它就是 在使用上就有一個小小的確定 那通訊能力也比較少一點 所以我們選用NodeMCU這一塊晶片 最大的差別就是 NodeMCU有WiFi的通訊能力 那其他的在使用上 它腳位略少 就差別在這裡 所以我們接下來的課程 你可以把它理解 它是一個 帶有WiFi功能的Arduino 你要這樣看待它 我覺得也是可以的 好 那首先同學可以把自己 手上的控制板拿出來 在拿的時候啊 跟同學講一下 要注意一件事就是 控制板 它本身裡面就是有一些電子的一件 那這電子一定在拿的時候 手不要去碰觸到精神的複合 為什麼 因為每個人的身上有一些靜電 那靜電可能會造成電子的複合 所以 各位在拿的時候 手盡量不要碰觸到金屬結匠的部分 那第二個就是 每個人的手 或者說或少都有手汗 那手汗你接觸到這些金屬結匠 可能就會造成氧化 那以後只能使用上的 可能會接觸 雖然拿取控制板的時候 一定要注意就是 盡量不要去碰到這些 金屬結匠的部分 好 那同學已經準備好 我們的一個 控制板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要來看一下 我們程式開發工具 那我們所選擇的程式開發工具呢 它叫做 Ardublog 那Ardublog 這塊板 這一個 軟體 這個軟體 它是積木型的 它是外過來 Arduino IDE 的一個積木型的 程式編輯器 那為什麼會選擇程式型的 不是文字型的程式編輯器呢 那原因就是 因為我們考量學生的程度 可能不太一樣 為了減少學生在使用 這個編輯的過程 我們要花時間在程式語法的主錯上 所以我們捨棄文字型的程式 我們敢用積木型的程式 我們都把形式放在解決問題上面 然後 這一個Ardublog的下載網址在這邊 那同學可以點幾點 輸入這個網址 然後進入裡面去看一下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你點進去的時候 那當你進入的時候 你會看到 這邊有 就是我們現在使用 是0.70.14的這個版本 那各位同學 你之後可能會看到更新的版本 那別人說 我們在上課的時候 我們還是用 那個 14的這個版本 等各位比較熟悉之後 就可以再用下一個 那個比較新的版本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你先把它下載一下 那進行解壓縮之後 你就會進入這個 Arduino IDE的這個畫面裡面 你可以點選這個Arduino 這個應用知識 你可以把它進去 那我們先解釋一下這個名字 因為 叫IDE IDE其實就是整個 開發環境的那個縮型 所以在課程裡面 可能會常常看到我的 IDE 就是Arduino原來的內域 等程式開發的這個環境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我們操作一次給同學看一下 那一樣我們到桌面 下載下來之後 然後我建議同學對你把它放置在桌面上操作 這樣會比較好一點點 好 你把它下載下來之後 解壓都放在桌面上 那我們點選這個進入 然後進入的時候 我們點選這一個Arduino 這一個應用程式 然後點進去的時候 他需要開啟就要花一點時間 那提醒各位同學 這個Arduino的ID 這個編譯環境 如果你要寫Arduino的ID 建議不要用這一個環境 因為我們在實際操作的時候發現 如果在這裡面寫Arduino的 在這裡做攀開的時候 有時候會怪怪的會有問題 所以我們現在下載這一個 建議就是直接 只使用他的 記憶末的這個編譯環境就好 因為怕有時候會有 我們不知道的情況會產生 然後這個進來之後呢 這是Arduino原來要寫的 那我們點選這邊 這一個Arduino Arduino block ESP的這一個 我們只要再多一個翻掉 這一個Arduino b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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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部分 然後點進去 然後注意上方這邊 他會寫Arduino block ESP 記得要ESP 因為如果你不選一選ESP的話 直接它的操作可能會有問題 那我稍微介紹一下這裡的環境 這邊是積木區 如果你要使用的積木都會在這裡 關於控制的 接繳的 類似的 運算 變數 就是有關一些硬體的 通訊 那有些專屬在ESP這一個 你會使用的指令 會在這邊 所以都要使用積木的時候 就在這邊指 那個點選之後再去使用 然後上面就是一般的指令區 開新檔 好處 純令新檔 都在這邊用 然後這是積木的書寫區 然後這邊 你看一看 這邊有一個紅色的 這邊就被移動在整個城市區裡面 到一樣的地方 好 那我們接下來 接下來 好 接下來我們要開始進行 機器人的程式 我們有硬體 有變異環境 那接下來我們要做機器人的程式教學 那機器人的程式 跟我們一般之前進行的程式 有一點差別 就是機器人的程式 大概只出一個軟體 可是你進入到機器人程式的時候 它意味著有兩個重 第一個你必須要對機器人的硬體 不管是電子或機器人 必須要有基礎的認知跟理解 然後才能結合程式馬來精神的控制 那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個 這是我們剛才提到的控制板 那這些控制板 就是我們人的大腦 那人的大腦 它會有一些 跟外界連接的人 一些神經的傳統 那我們的控制板也是一樣 它會有很多的通道 所以這一些接角 我們來看一下 它會寫一個叫GPIO 什麼叫GPIO 它其實就是一個 叫通用型輸出輸入 所以這邊只要寫GPIO 它就是一般拿來做 簡單的輸出跟輸入 如果我們要做外面 收信訊進來 也是要選這些角落 然後要把群群傳遞出去 去命令 自動先去工作的時候 也是用這些角落去控制 所以 我們看一下 它總共有這些角 那這些角 這邊的號碼 各位可以把它 把它鋪略不進 為什麼 因為我們在用的時候 大面是用正面這些 D1 D1 D2 D3 D4 D4 這一個角位 所以我們在接下來課程 大概就用不到 它雖然也是GPIO 一種 因為我們這個角落很大 因為在我們擴張板上 這些角落是沒有接出來的 然後這邊有一個角 叫做 AO 另外叫做A0 這個角落叫A0 這個角落叫A0 這一個角落呢 負責的是什麼 就是類比輸入使用 所以你看一下ADC ADC就是 Analope Digital 就是把類比的訊號 跟數位的訊號做轉換 就是AD轉換的意思 好 那我們看下一頁 這次來剛才的課程 就一定有看到 上一端的課程 提到一件事 就是 其實我們的 控制器啊 它會有很多角位 它這些角位都是類似 神節 那這些角位都負責 把外面訊息傳遞的控制器 或者是控制器要傳遞出去的控制指令 也是由這些通道來進行的 所以這些街角 這些角位啊 其實在我們接下來的課程 它蠻重要的 就是 假設這些角位 因為我們GPIO 你可以看到喔 GPIO IO什麼意思 它也可以做 I也可以做O 就意味著它可以做輸入跟輸出 但是 它在一個時間裡面 我們要做懸崗 那 我當我命名 你是當輸入 那你的作用就只有輸入 好 如果當我一開始指令 你說你要做輸出 那你就只能做輸出 所以它是程式在撰想一開始就已經做指定 在我們的程式碼 那個一般的記錄群裡面 你會看到一個街角 這些公主就是它來做 你可以看到分成兩種 就是數位跟類 好 那這邊有個設置數位角 這邊 設置類比較 可以先各位同學 提一下就是 假設這 也就是上面這兩個 數位影角 這邊負責的是輸入 那設置呢 設置的話 就代表我是要做輸出 上面做說明 好 那剛才提到兩個 名詞 一個叫類 一個叫數位 在之後的課程 我們會做比較深入的討論 可是在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稍微有這樣的概念 一下 先接觸的 如果這樣再接觸的話 我們先說簡單的 技術說明就是 類比就是一個連續變化的訊息 它的訊息 那個O型變化 是一個連續性 所以我上架整法 那數位呢 就怎樣 它只有 high跟low 好 也可以當作它是1跟0 就是有高鈦跟低鈦 這兩個狀態 我們稱為數位 所以接下來課程裡面 會常常聽到類跟數位 好的部分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邊 現在我們開始 要來進行下一個階段 就是我們要開始 書寫程式 那寫程式 你看到 聽到有些程式語言 程式語言 其實程式有點類似語言的概念 就是我要跟電腦做共通 然後下指令給電腦 然後我要告訴電腦去執行 我要你做的動作 所以它只要是語言 它就有類似文法跟句型的概念 就是你一定要按照這樣說 你要照這樣寫 電腦才會理解 所以接下來有一些基礎的規定 就是這些文法 同學都要稍微做認識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在程式架構上面 就是程式架構 它會分成兩個部分 要setup跟入口 那任何個機器人 它其實就會有這兩種結構 像我們之前在上課的時候 第一次上課的時候 就是掃地機器 其實它就是一開始的時候 機器一啟動的時候 就是所謂的setup 這個時候它機器上面 就會做一個起始狀態的設定 比如說它說 我的開關箱 我排行 我關行 就是 我的充電是否衝突 我可不可以執行接下來的工具 那這些動作是在setup 那setup的時候 只執行 只要起頭的時候 我要做一個歸零的檢查動作 那setup完之後 接下來呢 就到入口這個階段 我就不斷地重複執行 一直執行到整個工作完成一輩子 所以在基本的機器人的程式架構裡面 它會分成這兩塊 就是setup跟入口 好 那我們來看下一個 我們等一下要進行的下一個 就是我們第一個點燈的程式 在我們 右上條這邊 有一塊Node很需要的板子 那這塊板子的上方 這邊有一個LED燈 那這一個LED燈 我們來看一下 這顆LED燈 好 這顆LED燈 咦 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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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我们的程式的第一行 第一个程式就是这个 维圈设置数位角 那设置就是代表输出的意思 如果用Arduino的语言写的话 就是Digital Write 就是一个写出的动作 那我们让D4的这些角位 设置的角位是Long 设置的是Long 那代表什么 我要点灯 那各位同学一定会思考 Long Long是零 那为什么会有电压 它怎么会练 这比较特别的是 我们内建的这颗L一灯 它叫做D-Ti动作 那多数的时候 我们的电路中的HIGH 的迅速在门上 但是 这里刚好共有认知刚好相反 认知刚好相反 事实上很多电路也是这种做法 就是它属于D-Ti动作 就是我输入的是RAW的动作 的时候它会亮灯 它会亮灯 好 那我们来试个试做一次 那我们开启这个Adubar的ESP 这个版本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先用控制的电路 那刚才我们有提到说 我们的 程式的基本的部分 它会分成 两个部分 就是它会有setup跟loop 那这里只有loop没有setup 那你可以到控制里面去看 它就有一个poker 它会有setup跟loop 这两个 它有时候写这种情节 各位朋友应该看到 这poker就是设定跟loop 这我刚才听到 它会有一个起始动作的设定在这边 loop就是重复执行的动作写在这边 这两个它差别是它多做的一个起始动作 那在一些比较简单的设定的时候 它不用做起始设定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就把它放进去 我们可以先不要用 那这里它是一个积木 它积木的方式 你要花水游戒 它是没有删除的 所以它跟积木的使用的概念是一样 就是从积木筒把东西叫出来 你就把积木在旁边积木筒 那可不可以把poker这一个积木跟 维圈这个积木同时放在一起 答案是不行 为什么 因为一个程式里面 不可以有两个基本的框架在 那我们在做坦白的编译的时候 它会混乱掉 它不知道到底哪一个是哪一个 是最主要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 没有用的就要先放回去 那因为我们现在课程比较简单 然后我们就不用open 这一个我们的直接就先用回一圈之列 好 那我们现在接下来要做输出的动作 那输出的动作是要在接脚背着里面做 那刚才有提到就是 这两个负责输入 这两个负责输出 那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先不做类比动作 我们直接做所谓的数位动作 把它再拿出来 那拿出来的时候啊 这边有一个几例 放下去它其实会有声音 这就代表你办好 然后这一个叫D12的这一个 我们可以用滑动点选 它是D4 那我们要让灯亮 我们要用Low 灯亮就用Low这里 那好了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 那我稍微做画面的控制一下 好 这一个是积木程式 这是ID 那这里面啊 这一个 这个ID里面的工具有几多 等一下必须要先做 就是 各位同学可以把你手上的 Node的一些东西拿出来 让它出来的时候 等一下会做上传动作 好 那现在我们先不上传 先等一下 还是先把这个做好 好 那这个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件事 就是我们要做一些基本的动作 因为这一个 Adugrac的这一个 外挂程式啊 它有几个动作 共你一般的使用系统 所以我们先个别对它做一个练习 就是请你先存档 存档的时候 我们待会先放在座面上 先把它放在座面上 可以看你 什么当作 简单的练习 因为它只是一个 on 跟off的动作 我们就给它写 啊 好 我们要放在桌面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桌面的这个展示 看一下桌面 好 这个桌面呢 你就会看到这个 这个桌面这边 你可以看一下 好 你会看到它点ADP 所以我们这一个 刚才使用的这一个 ESP的 Adugrac 它的复数档是ADP 所以我现在把它关掉 关掉之后 你在正常的时候 一般的软体 只要点它 它就会开启 但是你现在开它 它不顿示它 为什么 因为它跟它没有做链接 它没有做关系 所以它不会认识它 所以它开启方式的时候 你必须 还是一样 要回到工具里面 然后回到Adugrac ESP的这一个 外画层次里面 好 刚才那个档案 这时候才会回来 如果你不这样做的时候 它是不会回来 好 那这个动作也请同学先练习 好 那刚才的动作 同学一定要练习 因为基本的存取动作 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因为程式写完 下次要用的时候 还是要把它叫出文 你一定要会存取 一定要做 每次练习的档案程式 可以把它稍微做记忆 好 好 那好了之后 接下来我们下一个部分 要做什么 我们要做上传程式的部分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边 接下来我们要做上传程式 那上传程式的时候 首先你要把你的Node 运行拿出来 拿出来的时候 我们要跟电脑做联系 那电脑做联系的时候 还记得刚刚有讲过一件事情 那我们刚刚讲说 NodeMCU上面会有一个晶片 叫CP210的这一块晶片 那这一台晶片要做什么 它的功能就是要负责 把USB传来的讯息 解译 叫做翻译的动作 要给UARD使用 所以它一定要有这块晶片 那可是电脑要跟它做 第一次连接的时候 我们要做什么 那个驱动 我们要先做好驱动的部分 所以 接下来呢 请各位同学 进到这边 就是你刚刚我们放在桌面上的这一个 Arduino 的这一个 ESP的这一个 Arduino的这一个 程式里面 这边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我们先看这个 让各位同学看一下 好 你进来的时候 这边有一个Arduino 点进去 那点进去的时候 我们看Driver 那在Driver里面 这边 有一个C2102 这一个就是它的驱动程式 我们来做一次 点进去之后呢 然后接下来 我们选这两个 其中一个 看你的电脑是64位 或是32位 然后我们现在应该就是64 直接点这一个 POLOLU 然后点它 然后问它 变跟你的装置 然后OK 然后下一步 然后完成 那已经做完 当然的工作就是 我们可以做驱动 所以接下来 我们回到上页 好 已经驱动完了 接下来呢 就拿出板子 那拿板子的时候 要注意一件事情 每次同学在用这块板子的时候 我都觉得蛮好笑 为什么蛮好笑 因为 常常看到同学做一件事 就是摇晃那一块板子 就是把USB线插进去的时候 当你把USB线放进去的时候 那拔出来的时候 你就要稍用力 按摇晃一下 好像这样不把它弄松 那USB线拔不出来 那各位同学可以想一下 那拔出来的时候 你就要稍用力 那USB线拔不出来 你弄松 那个USB线跟它的连接就松掉了 就会坏掉了 所以 同学在操作的时候 请务必注意 你只要直直的拔出来 直直的插进去 就好 千万不需要做搖晃的工作 所以东西是好的 你同学 同学用完之后 大概就挂 好 那接下来好了 之后呢 接下来下一个单元 你已经挂好驱动程式之后呢 回到这边来 那接下来我们要做的部分 就是 好 接下来要做什么事 接下来就是我们 程式已经写好了 驱动能换好 接下来 我的电脑要连线到 Node的NCU这块板子 那我们透过的一样就是工具 所以我们进来这个 DuneNode的这个IDE 大概只有三个选项 第一个 选外挂程式第二个 选开发版 那刚才有提过 我们使用的开发版本是 Node的NCU1.5 这个版本 0.9是旧的 一定没有人在用 选的 是Node的NCU1.5 这个版本 V2 V3都选这个版本 那点好之后下一步要干嘛 要选择 序列部 序列部 那序列部你看它是版本 没有 为什么 这个代表这个 我电脑跟它做连接的时候 我才会有 连接 序列部才会拿到一个号 所以接下来 请同学把USB线插进去 当我插进去的时候 你看 插进去 插进去之后呢 再看一下工具 它就出现 序列部抗伤 这个时候呢 如果原本没有了 插进去便有 代表什么意思 没有它做到 那万一你同学 你的电脑里面 曾经灌过很多 或是你现在连接了很多 那个周边设备的话 可能会怎样 就有很多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要做什么 你就可以做一个 那个 查询 说你的序列部在哪里 那我们可以查一下 就是 我们直接 如果是Windows 的话 这个在 左下角 开始这边的 一个搜寻 直接搜寻一个字眼 叫做装置管理 好 点进去之后呢 你会看到 这边有一个 连接符 你就会看到一个 CP210X USB2 UART 的Bridge 就刚才跟各位同学讲 它其实的工作 是USB2 UART 的这一个 你直接进到 装置管理的 你去看 它后面这一个 Pump 就把它记下 就是它连接符 那你都选好的时候 再确认一次 再确认一次 DUNO ID的下方 这边 板子对不对 对 Node 连接符 对不对 对 好 这代表我可以做上传的动作 接下来这个ID 我们Glub它的用到 就是连选上传 上传的时候 它会要你在全一次层次 就说 诶 老师 我刚才不是已经存过了 为什么现在要存 是的 现在存的就是 Arduino的语言 Arduino 它是 它的复数档 会变为IMO 所以 这个你一样存 你存不存都没关系 那你就把它存起来 也没关系 那你就会看它 它会做把它转移 这个程式码 就会转移过 所以这是Arduino的语言 这Arduino的语言 它就会看到它的奖位 它会在那里出现 然后现在它会有一个 上传的顺序 会出现在这边 好 那它需要花点时间 它会比Arduino 比相较起来 它时间会花得长一点 那我们就可以等它 那等它好了之后呢 你就可以简单你的板子 你的板子有没有 会读到一个讯号 你的板子呢 在这个操作的过程里面 完之后 好 好 那接下来可以看 我们这一块板子 它的灯就亮了 那你就想说 好 老师我刚才用 那个肉 让它会亮 那确定 害的时候 它会灭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就不太确定 所以为了我们要做 不要确定 可以再 学得下另外一个指令 就是 我们可以再把它复制起来 好 让它看一下 我们可以把这个复制起来 把它放大一点 因为接下来 我们不太需要防疫这个ID 所以我们就把它放大 好 那你可以看一下 这边啊 我把它变成 嗨 我把它嗨之后呢 我要让它做闪烁的动物 我要让它做闪烁 那我们就可以再点选一个 叫做 准备 好 我们就把它复制之后 把它放在这边 你可以看一下 一个LOVE 一个HIGH 然后我们把它上传 那同学也可以试着做做看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等一下的结果会怎样 它上传的时候 我们顺便看一下 它灯会闪烁 好 就是在上传的过程的时候 你可以看它灯是在闪烁 好 那你看它是亮子 那你会说 那你会说 诶 那老师 你不是说 LOVE HIGH 它应该会 HIGH的时候 应该会灭灯啊 那为什么会灭 因为这里啊 故意让同学是做错的 试试看 这里做错的这个部分 为什么会错呢 因为 电脑在指 这个 NOTENG在执行它的时候 速度非常快 那这么快的情况之下 如果你连着做 是会快到 它两个会很短的时间 把它自行完 那会造成什么问题 点灯 灭灯 点灯 灭灯 就是它因为很快嘛 就是加上视线上 你会觉得它是亮子 所以这个时候啊 如果加上一个指令 就是 让它亮一点点时间 然后灭一点点时间 然后補一点时间的话 你应该就会看出来 它是所谓的小数 所以你要加一点时间进去 然后接下来这个点 就是叫Delay 延迟的这个指令 那注意一下这延迟的指令 这个Delay mean 是nmi 那注意一下 毫秒跟微秒 毫秒是10的-3次方 微秒是10的-6次方 所以你用微秒的话 几乎是 不太合理 就是用毫秒 比较多 所以要凑一次 要注意一下 我们再复制 我们 1000毫秒等几秒 我们现在10的-3次方 所以1000毫秒等1秒 那我们来做上传 着两下 那上传完呢 那上传完呢 那下来你就可以看 你的就是 它就有一個閃爍的情況會在那邊出現 你就會看出來它是在進行所有的閃爍 好 所以回過頭來講 我們看這邊 所以 各位試著練習一下修改一下它delay的時間 它閃爍會變快會變慢 各位同學稍微練習一下這個部分 練習完之後 剛好有同學問我 老師 出現這個畫面 出現一個L的畫面 這是錯誤 為什麼會錯誤 這個畫面其實讓我們在操作 這一個課程裡面會很常出現 它大概有三種原因 第一個就是 USB線沒長 我這眼睛就要看得出來 應該很多同學都常會犯這個錯誤 隔空傳遞資料 雖然它有WIFI的能力沒錯 但是USB線沒長好看 那它上傳下長 還是看USB的能力 那 眼睛的可以檢測的是這一個 那2跟3就比較麻 可是USB線接觸不了 或者是Node NC控制板這個壞電 所以屬於硬體的部分 那我們怎麼去檢測這硬體是哪個錯誤 所以我們接下來要告訴同學 這個是接下來課程 各位同學 務必一定要知道的部分 為什麼 因為 如果你接下來要做自己的車子 你也要檢測的東西 為什麼壞點 那我們現在教各位第一招 是最簡單的 剛才講的是用眼睛看 那個不算 那個刺有點迷糊造成 那不算是專業機 我們要講 你只要專業一點點 這也不算專業了 這應該說是 至少是基本的 檢修能力就是AB Test 我們叫AB Test 就是假設有A同學跟B同學 那我們在操作的時候 然後A同學的過程都是好的 那B同學他說 老師我出現幹嘛錯誤訊息 怎麼辦呢 很簡單 我們看一下這張圖 就三個零件 第一個Node MCU 然後第二個USB線 第三個電路 所以這三個東西呢 就AB Test 就是B同學跟A同學 把他的Node MCU拿來換 拿來換過 上傳下載一下 可不可以 如果可以的話 那代表B同學的Node 很循環 如果還是不行呢 代表什麼意思 那代表 有可能是B同學的USB線 或電腦有問題 那再換USB線 可是換USB線 要注意一下 Node是希望什麼 還是要用B同學 不可以一次換掉兩個零件 就不知道哪一個是錯的 所以B同學可以先拿A同學的USB線 再來換 如果換完 還是不行 那就把Node NCU 跟USB線 再插到A同學的電路 兩次一次前 同時要兩個零件壞掉的幾乎還滿少 所以一次換的時候 只能換一個零件 不可以一次換兩個零件 這要注意一下 好 那如果剛剛有問題 你可以檢測一下 這一個部分 好 最後課程到結束之前 我們還要再複習一下SET UP跟LOOP 因為這一個城市的語法 非常非常的重要 你要建立這個概念 我們剛才只用LOOP 就回一圈的部分 那接下來我們要用SET 就Poker這邊有SET UP這個部分 有SET UP跟LOOP的這個部分 我們再複習一下 在這個回圈裡面 它是重複直觀之前 那在Poker這裡面的設定 它只是重複 那LOOP跟上面這個一樣 它會不斷的重複執行 你可以試試看 這三個語法 它們之間的差別 那各位同學稍微試一下 就是純粹回圈 剛才已經試過這個部分 然後我們接下來要試的是 如果我們把這個區塊 一個放在CR 一個放在LOOP 看它們兩個的差別會是什麼 那同學可以試著去做做看 好 好 那同學試完之後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 第一個 第一個 剛才已經看到過 它會重複閃爍 那第二個呢 它閃爍一次就結束了 因為 它執行到這一個步驟 比如說D4 HIGH 然後Delay D4HIGH 因為是DHIGH動作 所以當你是HIGH的時候 就是喔 燈就會滅亮 所以它就閃爍 一次它就結束了 然後如果你放在LOOP的話 會怎樣 它跟它是一樣的 它會不斷重複的執行 它會不斷的重複執行 好 所以這個部分如果同學都沒有問題的話 那 各位同學今天關於控制器到輸出的 就是自動器這個單元 都會發來一個基礎的概念 好 那我們最後來看一下 調整整細度 為什麼要調整整細度呢 因為我們Addublog的基礎 對有些人來拿它比較小一點 所以怎麼辦呢 我們要稍微做調整一下 那我們可以調整它的解析度 因為我們現在如果 像我現在的電腦 調整就是1280-720 我們可以調整解析度 那調整解析度要怎麼調整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好 按滑鼠右鍵 點選顯示設定 好 那因為我有兩個螢幕 那我們就看 第二個 看你是哪一個螢幕 你要識別 我識別一下 我是第二個螢幕 所以我要點選在第二個螢幕這邊 然後我們點選 顯示器解析度 因為現在電腦大部分都是 就是那個 1920x1080這一個機器部分 那因為我們這個程式的關係 如果覺得太小 可以調整1280x720 好 那調整好之後就把它換定 它就會到那一部分 就是1280x720這一部分 我來看不見 那麼多的 我看不見 那個這個 很小的 那我想看不見 的 我們來看不見